我抬头看着笑天,她像是在热锅上的蚂蚁,我内心挣扎了很久,终于说出来,好吧!我告诉你!把思绪整理好之后,我才缓缓道来,我,我,婆婆想我当她的继承人。 笑天像是考中状元一样,兴奋地跳了起来,莫名其妙地拥抱着我。 好啊!你就当继承人啊!既然汪婆婆都发话了,你就要打铁趁热,马上举办接棒仪式。 等下汪婆婆反悔,你不是很吃亏吗? 哎!我更希望她会反悔!这样,我的压力就可以少了一些,不必有那么多的拘束,想到哪儿玩,就到哪儿玩,现在的日子不是过得很自在吗? 为何还要把一些所谓的无形的压力压在我的身上? 大不了找别人嘛!我开始有些泄愤,甚至有些想不通。 笑天的魔法不在我之下,为何婆婆不选择笑天当继承人? 笑天轻易轻喉咙说道,不行啦! 你想想,你的祖先开辟魔法村,而且拥有最高层次魔法的咒语,你是他们的后代,就必须承担这个责任。 虽然我也会一些基本的魔法,可是还是没有你家的魔法厉害啊! 再说,你家的魔法,不知不觉也相传了六代。 我坐在草地上,耐心地聆听笑天说的每一句每一字。 你想想,这是汪婆婆信任你,疼爱你,才会让你继承她的棒子。 因为,她相信你可以做她所能做的,而且,可能比她更出色哦! 话说回来,汪婆婆也将近百岁了,也该退休了。 体谅老人家吧! 总之,不管你做任何决定,我都支持你。 笑天露出她那招牌式的笑容,顿时给了我百分百的信心。 好了! 啰嗦王! 你这个啰嗦程度,可媲美美兰姨了! 哈哈哈哈! 我顿时豁然开朗,心情也比之前好多了。 汪小飞! 我妈哪有啰嗦啊! 我也没啰嗦耶! 好不好! 说回正题,什么时候当首领啊? 笑天一脸不悦,想必快被我气死了! 哈哈! 那!我坦然地说,让我再玩上几天,才接下这个重任吧! 那好吧! 我就等你的好消息哦! 笑天摩拳擦掌,似乎比我还要高兴。 此时,在身旁服侍汪婆婆的小柱,正急急忙忙地跑上山来。 不好了! 不好了! 少爷,快和我下山! !